那么曹大哥这次的目标又会是哪种菌子呢 我发现刚刚小黑在这儿闻了半天啊 而且你看在这儿就拱了 都已经拱进这个泥了 是不是有可能这里头就 是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 就用这个刨一下就行是吗 对对对 这个会不会容易给它弄坏了呀 要是有的话 对 不小心的话 还是得轻轻地这么就把土剥开 好 来 这就是吗 对 这个就是冬天才有的蘑菇 当地人叫猪拱菌 猪拱菌 对 它的学名叫松露 其实猪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的 对 登上高档餐桌的名贵松露 其实是丽江人口中的猪拱菌 成熟后的松露 能散发出含有熊西铜的独特气味 这种物质是公猪身上的一种激素 引领母猪找到藏在泥土之下 至少二十五厘米深度的松露 然而挖着挖着 我突然发现这松露有大有小 这里面似乎还藏着我不知道的秘密 你看 这个大 就这么点 这一笔 这好多倍 是不是 越大越值钱 像这个就可以卖到五六百一斤了 更大的话那就上千了 这么大 有一千多克 因为一般有的菌子 它可能在哪种树下面长 咱这松露有这种讲究 一般都长在这个松树 栗树 还有马桑树的这个根部 松露是一种殉菌的总称 因其外形成块状 因此也被叫做块菌 丽江市主产区 有人形容松露的气味是一言难尽 集合了硫磺 蘑菇 麝香 黄油 奶酪 等多种味形于一身 是郡类家族中的奇葩 在厨师眼中 它是值得挑战的猛将 让它跟鹅肝搭配 在滑腻与酥脆的口感间 找到平衡 而丽江百姓直接将松露 从天上拽到人间 无论是松露香肠入菜 还是松露酱焖饭 都是暖心暖胃的家常做法 那么曹大哥会用我们 费心费力找到的松露 做出何种年味大餐呢 他让我先尝尝先再说 我听说这个松露是可以生吃的 是吗 是的 切一个 好 我们尝一尝 你看这切开之后 这个纹理特别漂亮 像大理石花纹 对对对 像大理石花纹里面有白的间隙 特别美 是吧 你细细品啊 它就是不加任何调料的那种 本身的鲜味 而且它口感是比较脆脆的那种 曹大哥告诉我 松露是极少数可以生吃的菌子 这也让我有机会尝到它 一言难尽的味道 都是一年生的 但有的踩得后面一点就比较大 踩得早了就小 这些年在曹大哥的讲解下 久居深山的村民逐渐意识到松露的珍贵性 他从老乡手里收购 帮当地人打开了一条致富通道 当地人更将这种宝贵的自然馈赠 当作幸福生活的象征 春节前后 松露采集进入尾声 曹大哥要露一手 为老乡们烹制一道 燃爆餐桌的松露年味 在曹大哥眼中 松露不仅能入菜 还能酿酒 琥珀色的松露威士忌 带着一股香甜 为鸡肉注入活力 但曹大哥觉得 这还不够味 我们要把这个松露塞到鸡肚子里 是这么做 我们选个头大小均匀的 然后放多少呢 咱们 放个十几颗 放十几颗 对 我们这个就只放松露 只放松露 因为松露的味道比较浓郁 这家东西会夺味 烤熟了松露会从油里向外 爆发出来 我现在就开始想象了 有了松露的里外助攻 这只鸡想不入味都难 曹大哥选择用烤的方式 回归松露的山野气质 当鸡皮嗤嗤冒油 燃爆餐桌的好戏 要上演了 把这个松露酒倒上去 最后还要往上撒酒 对 然后我们再给它点着了 这也是一个节日的气氛 一种仪式感 这火一起来 跳跃的火光 将松露酒瞬间点燃 这一刻鸡肉被松露的气息 从内到外紧紧环绕 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这个松露现在的口感和味道 又不一样了 它等于是吸收了 那个鸡肉里面的油脂 现在变得很油润 吃起来有一点那种 奶油香气了 反而是不是 一口一个松露 如同在吃羊梅 这只松露酒香鸡 不仅饱含着 丽江大山的气息 也凝聚着曹大哥 与村民的互助情谊 春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